好,第二節回到來,剛才講了美帝、崩裂和彈員長久 回來我們講兩部韓片,先講了破目,今個星期正式公映 Albert之前韓國看完就在推介,很厲害,口碑、票房都很厲害 我先問Albert,怎樣看完之後?我在韓國已經看了,這部很棒 應該這麼說,首歌四分三或者三分二很棒 最後我覺得是比較普通的 但是女主角真的也是神一般的演技 金高銀 金高銀,是的,金高銀 其實他第一部電影叫做Chinatown 我記得應該叫Chinatown 那時候應該20歲左右,我已經覺得他演戲很厲害 這部簡直是神一般的演技 聽說他破地獄那一場,是做之前睡不著 做完之後也是睡不著的,太入戲了 我相信他真的做得不錯 還有我看完之後,這個導演肯定是有很多八十年代香港的季智雄電影 你看他的公仔也是邪的公仔,在臉上的紋身 其實是邪、嚴鬼法狂等等的造型 我覺得他相當濃厚的講片味 當然了,你在戲院看,加上一些音效 加上人膜這麼大,當然 效果當然是震撼過當年我們進戲院看很多很多 他也很聰明的 他有很多元素,不只是破地獄 用聲音去驚嚇你 他的故事,我覺得也是有心機搞的 就是一個 本來就是為了一個作福的儀式 然後搞一搞一搞,發現了很多祖宗的秘密 各仇家恨出來了 是的,各仇家恨 好像Alan這樣說 各仇又出來了,家恨又出來了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拉尾現在也沒理由不知道 原來韓國也好像台灣那樣 被日本統治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所以其實他們都 你之前看見很多諜戰片的戲 其實老一輩的韓國人 都對於日本有很大的仇恨 我喜歡看這部戲的 氣氛搞得很好 劇本搞得很好 就是在尾部的結尾 我不是很喜歡 演員做得很好 演員真的每個都做得很好 值得很催眠 我也同意Albert說法 後面有點太長 就是最後那個章節 是不是分了很多章節 就是最後那個章節 打大佬 你沒理由直接 演兜兜 有一隻哥斯拉走出來 是的 我這個才是個問題 你真是為快掛 大佬 見了一個機械人 因為開頭 他營造整個氣氛 是若隱若現的 一路的東西其實都是 最後真的是 實的的哥斯拉走出來 他真的打了哥斯拉 大佬 他不是哥斯 他是一個規格 是的 我認為他最後那段 是看得太清楚了 就是所有東西 看得這麼清楚 就沒有了那個神秘感 就是你明明之前 可能營造的神秘感 他突然當而無存了 最後那裡 還有那個 那個是不停地跟你說話 有這麼多話說 我完全不覺得他是 就是像一個人 多個像是 完全是妖怪 對 我覺得他裡面是入電森的 是啊 那個是有點敗筆的 還有最後那一節 但是 前面是不錯的 還有他有很多 可能阿紀圖會比較知道 關於很多的神秘學 那些 或者是一些 很多的 那些 我想我們 我不是很熟悉的 其實有很多 Question Mark 他在看的時候 就是他講的一些 風水命理 或者是一些 怎樣 就是那些 在那裡看 其實我都需要 時間去消化 但是 如果作為一個 可以探秘的電影 其實他是成功的 還有可以溫故之身 如果我們這些 有回不上一年紀 就是有些 一定是覺得 這些就是以前看的薑絲先生 然後 咦 不是就是糯米 又出來糯米 是不是真的 是 薑絲先生也有 糯米 有的 血 那些 跟他那些 研究一樣 是的 整件事很融合 就是他會有一些 即中國式的 情字體裡面 可能他本身是韓國 那當然 最後那個文化上 其實整個 亞洲人的文化 都有點相似 沒錯 然後到最後 有些四谷怪談 就是 又講了日文 那整件事 你覺得 是的 我覺得是一套 Fusion的 恐怖電影 恐怖神秘學電影 好嗎 補回一點點資料 就是 一開始 其實這部電影 幾半年前 已經發了一些電影 出來 就是給別人去買 是的 但是 反應是不好的 反應是不好的 就是那些片商 看完 就是看完整條片 當然不是看完整條片 看完整條片 我們看了 不知道有十分鐘 還是二十分鐘 看完都覺得 很普通通 那樣 那在韓國 也是這樣 戲院看完 不是很敢 在很漂亮的檔期上去上 最後就放了 是一個農曆新年 總之不是一個好的檔期 那一陣子是武器上的 是阿佳路支持 那不如先上去 其實他們東南亞 全部東西都沒有賣 但是在韓國上 上了第三天之後 每天都票房叛軍 爆了 紅旗是上了鬼滅的 其實他們看完這部 才去看鬼滅 鬼滅也很厲害 他們是同一時間上的 之後 全東南亞 大家一起去買這部電影 他們開頭 為什麼會這樣 韓國人會對這部電影這麼有 不知道 因為韓國的院商也好 大家看完十分鐘也好 看完交易也好 對於這部電影也覺得 只是普通的一部韓片 不是很特別 大家都不知道原來 全聯繫之下 全聯繫是這麼厲害的 但是一上去韓國 連續爆了幾天 大家知道 戲院當然是這樣的 賣了一部 當然想多些場次 就剪掉其他戲院的場次 那時候 同一時間 我記得是上下代的罪證 毀滅 這部 這樣而已 然後 過了兩三天之後 就排了90% 都是排這部 然後 那些人一看到 票房一開這麼厲害 東南 台灣 香港 就馬上去搶這部電影 應該這樣說 就搶這部電影回來 其實 你應該回答到 你家裡那個 為什麼韓國人 會對這部電影這麼有 感覺呢 為什麼我都湧入場看呢 因為美成蔡劇裡面說的 底昏就是 角仇家恨那件事 說得很出 所以要進戲院看這段歷史 他家裡那個說不到 現在 說到的 說到的 其實他們不知道破地獄這件事 他們第一次看到破地獄 即是那件事 他們覺得很新鮮 他們是 即是 之前屈星那些拍了出來 現在更加強勁 這些是殺滿野 有幾部電影都有 什麼文面 他們還沒見過 屈星也有 屈星也有 那些滿族 那些殺滿教的 那些 讓我先說完 先說完我的短評 先到幾部 說神秘之事 但我想先說 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製作很認真 其實你剛才說 你說打怪獸那種 就說 喂 打怪獸就是 那種 我不是的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的 今時今日 你說聽 我不靠一些很華麗的 visual effects 做一隻怪獸出來 嚇到人的 其實是很大膽的一個嘗試 即是你要有個氣氛營造 你要有個鋪排 前設慢慢鋪那隻怪獸出來 嚇到人 不辣 不易的 絕對不易的 絕對不易 但我覺得他做了出來的 做了出來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做了兩件事 即是一種很飄的鬼魂 和很實在的妖怪 這兩個difference 他很有心機去跑出來 是那個氣氛營造得挺好的 不過 我看的時候 我以為 我對於 我對於韓國這種 比較陰邪 所謂的 殺滿的毛術 那些 我很喜歡哭聲那種 藏得很划 或者是 那個 很陰沉 陰沉 很邪 那樣東西 我很喜歡哭聲那樣東西 甚至之前 就算哭聲做監製 去到泰國 找泰國導演拍的那套 殺滿 那個名字叫殺滿 香港叫做 不知道香港叫什麼名字 什麼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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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殺滿 那個名字叫殺滿 那套我也喜歡 我覺得 那些儀式 又不算 很邪 或者 很令你毛骨 筍然那種 他自己宣傳 也是 用毛骨筍然 那樣東西 我反而覺得 這隊隊的隊友好央的 挺陽光的 出來了 我覺得 好像看雨神同行 這類四個人 老中青幼的組合出來 感覺是 挺有活力 挺陽光的 我明白這排法 可以準備去拍續集 或者去不同國家 去玩這個隊友好央的 但是我覺得 以經率片 而言 恐怖片 我看的不覺得很害怕 反而我觉得是 去处理过 后面那个历史底蕴的时候 反而那个是我的猎旗 可能我绝对没有几头 那么熟 就变了我觉得 原来有这段历史在那里 变了我跌下去的时候 我不是跌了那种气氛 矫怪那样东西 我是跌了那种历史 原来有这种渊源在那里 就是那种日本 在占领南航的时候 在南航那里 做了一些手脚 就令到今时今日 原来有这些可以 追究一些历史上 一些叫做 风水命理东西 放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我觉得整个故事 那个深度 深了下去 原来可以这样去 跌这个故事 有这样的历史 那变了我觉得 就是评语就是说 故事OK 营造一些 害怕的那些效果 很用心 很有 它不是高价值 但是很用心去制作的 但是你说是否那种 很害怕 令你发麻那种害怕 我觉得不是的 就是跟哭声差得远的 我觉得是 哭声是深层次一些的 如果你说那个内容 就是说那个层次的话 这部是破格的 就是我那个角度看的 因为都很神奇 我告诉你 我就是初初进去的时候 我只知道这部电影就很迷得 很迷得啊 究竟说什么呢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呢 就开头那里 就在那一场飞机那场 就是说说女主角 跟她的partner 去美国去做她的公事的时候 第一场戏 那段戏呢 我突然看到她说 你不要跟着呢 就会说有钉子那些东西 跟着钉子那些东西出来 什么叫钉子 哦哦哦 她有讲钉子嘛 这个一会儿再補一点点 她那一场是呢 那我已经呢 因为那里呢 立刻尝过起的里面呢 那个叫做来龙去蜜呢 不知道为什么 立刻知道 她就是那一句呢 不是专桥 那个呢 你听就是 她喝酒的时候 就用日文去交谈的嘛 交谈之后 那个女主角就说呢 我讲日文讲得更多 但是你不要跟我日本人 那一段戏呢 咦 喂 你不要讲 一会儿讲呢 是讲那个 就是有钉子啊 有什么 跟着那些章节那些就出来了 那整个戏 我一看到那里 跟着美国那段 之后呢 回到韩国 那里呢 两个男主角出场那一刻呢 那我就觉得 哇 这部戏很厉害了 要拿很多 因为可能里面有碰到 很多那时呢 就是日本呢 大东啊 共鸣圈 那时她在韩国 还有包括香港 做了些什么 是神秘学的东西那里呢 这部戏就是讲那些东西的 因为呢 你有没有听过呢 香港都有一个钉 是钉住在一个地方 现在都还在那里呢 这个钉呢 就基本上呢 我想如果大家呢 有听过这个传闻呢 那都会知道 韩国呢 就是听闻呢 就有不知道 超过六支 至八支钉 那些东西就出来 这些叫做传闻呢 信不信由你 我都其实不是很信的 但是这部戏就是讲这些东西的 那因为那个呢 她一讲破墓的时候呢 那就看完之后 因为我没有带北纪宝抄下 一直都很想要 记她那个叫做 京卫线啊 究竟那个名字在哪里 然后就想在那个地图 看看究竟那个位置 因为她说 他们要破的那个墓 就是在那个南北韩的那个交界 那很多不细节讲了 她很多这些叫做元素呢 她里面呢 在读一个呢 就是韩国呢 是从一个叫做 比日本仔占领的时期 跟着呢 就是那个叫南北战争 就变成了南北韩的分开呢 里面的来龙去物 其实就有这些古怪的 在那里 而是呢 就那个故事呢 这个冒的那家人 就是一些叫聚居 他姓朴的国家 聚居和首 整套戏呢 你看到呢 他就将一些叫神怪事件 很认真 这样来说出来 而后面呢 那个呢 那个就是我们 你现在就知道 就是我们一直都说 日本人就是鬼子一族 那那个鬼子呢 有两只角呢 那个呢 就是那个人呢 就是那个呢 就不是就这样叫一般怪兽 就是那些叫打铁 做铁钉的那些族群来的 那很多很多 这些细致的东西呢 还有呢 这些东西呢 就跟那些叫做是 古怪啊 就是古怪元素啊 什么那里呢 他有很多的资料 还有那些资料呢 他做得很足 我想如果大家 去没入场地那一层呢 听到这些东西呢 特别留意 有一个镜头 那个镜头就在庙子那里呢 他没找到一本阴阳诗的那本书呢 他看到那个地图啊 那个地图是一个镜头 怎么给你看 他就要看 咦他抹了那些镜头呢 就知道 就是那几眼钉 是分布图啊 在南韩 就是哪个位置 那些分布图 那所以 这些这样的细致的东西呢 我想呢 就是在韩国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他们都听过这些这样的传闻 是真是假呢 都不知道的 但是呢 这个戏里面呢 就将这些传闻呢 很具体化 变了到戏剧那里 这样的 这样的 而且呢 那些人都看了那时候 都说了 他这儿呢 等同于 那个就说 日本人呢 就在菲律宾那里呢 就是 有一笔黄金 很大笔的黄金呢 就藏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之前张艾佳 和 做的那部什么 《植物花園》呢 就是那类戏来的 是似那种的 就是里面 有一些历史的传闻 那他呢 就做了这个 做戏剧打底 来出来 那我觉得 这个东西呢 就是吸引之处 就是其一啦 但是呢 我觉得呢 最好看呢 就是刚才Albert 你说的金光银 他真的呢 我觉得这部戏呢 又是神一般的演技啊 他不是神一般的演技啊 他是一个导演呢 是处理他那样东西呢 就是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更加 更加个人的 他就是说 在破幕的时候呢 日子啊 什么那些全部 那些东西不行 的时候呢 这个金光银呢 他就跟他的partner说 我们就不如 就用杀满那些东西呢 配合他的那个 那个破幕的时候呢 一起平衡做 来解决那个问题 那他贴那个 汤珠那个呢 哇 我觉得呢 很厉害啊 还有那个剪接呢 你直头呢 你好像呢 一个交响乐这样的 将这些这样的 就是 鬼灵精怪啊 邪啊 那些东西呢 是用一个叫做武道 一个 整个好像MTV那样呢 来弄出来 哇 那段我觉得很厉害啊 还有呢 你会看上来那时呢 他是很 很娱乐片的去拍 还有啊 金光银呢 他又弄啊 有什么 批刀啊 很漂亮的 就是 那段戏呢 就 就 正到飞气了 接着呢 他第二段呢 就是 他 那只 鬼子啊 就是跟他 跟他 溝通 说他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人类啊 什么的 那里呢 那我觉得他都做得 他是 那么多个里面来说 因为他的partner 又看到他的嘛 那他是做得最好的 嗯 第二 第二好呢 就是啊 啊 孙文静呢 我觉得他都 他这个营 都都 虽然他 好像 那些很内敬的演出呢 啊 这两个角色呢 就处理得很好 我反而呢 就是 看完之后呢 就觉得这个戏呢 他里面呢 有很多这些叫都市传闻 那个乡野传奇的那些东西呢 就做了打底 我想呢 就是对韩国人来说呢 嗯 直到这些东西呢 就会觉得有吸引 但是呢 就看的时候呢 就是那些演员的演出呢 尤其是呢 我觉得 是啊 是啊 我都是第一次认识 还有看到 哇 是美女来的 还有很聪明的 就是那个人呢 就很吸引 那我觉得呢 这个娱乐性呢 就非常之突出的 还有我觉得挺好笑的 就是那样的 哦 挺阳光的意思 就是我看上去 我是不害怕的 就是我觉得呢 就觉得 喂 整个team up 你量得很漂亮 就是有帥仔 有美女 有老气骨 那么就变了 就是有搞笑 就是搞笑 有另外一个搞笑一点 那个呢 那变了我觉得是 就是 我认同几头说 就是娱乐性很丰富 是 但是呢 就说 就是不是我有个预期 就进去呢 因为呢 他经常宣传就说 喂 是史上最恐怖的电影 记不记得 就是韩国史上 最令人无不瞬然的电影 我又觉得 啊 不是哦 就是没有效果在那里 变了是 喂 我觉得呢 不是 我其实是 这个戏呢 他还有一种叫阴沉的地方呢 他就是说那个现在可能是虚构的那个所谓那个扑家的那帮人 就是已经走了去美国 那些那些就是韩奸来的 这个就是韩奸来的 出卖了韩国的 不是 他现在韩国人 就有很多戏都是说这种人 变了其实他年轻的 就是变了其实美国的 就是美国的 就是吴川桥啦 就是怪兽对话 说的那样东西 其实是 就是借古奉金 的那个感觉 不止借古奉金 就直接是现在 有一个状态 你留意 我吴川桥 你留意那只日本鬼 后来一直有一个主题是经常说的 也译了出来 留意那个日文 其实跟中文都相似的 你留意那个 什么要说 不穿巧 如果听完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一看那段 我看那个韩文版没有字幕 你是不是耍我 你是不是耍我 不是 那是不能够穿巧的 还有第二个 鬼子 你要记住 鬼子的造型 这个造型 他们也是这样的 但这个造型 你看圣经的 是大魔神 日本都是大魔神 他们是怪兽 大魔神基本上都是说这个 但他还有铁钉 都是说铁钉的 但这个不是大魔神的形形 这个是有两个角 鬼大魔神摩影 不是吧 这个我是专家 这是摩西的形形 摩西不是吧 文西 你不要说笑 你看看 摩西有两个角 在那个插画里面 这个是摩西 所以韩国人 以前是大秦 秦朝 摩西 那些 和那些叫犹太教 有关那些东西 这个也是玩的 你看着那造型 我不说那么多次了 好像Ellen所说 变成神秘之义 但是总之呢 这部戏呢 我看过 如果说神秘之义 就要收费了 是的 这个戏呢 它里面有很多 很多厉害的东西 不是啊 这个是几图 你所说的 不是啊 你所说的 这个是大魔神 但是大魔神呢 就是说有铁钉 是一个铁钉 村头来去制服他的嘛 这个呢 OK 我觉得他那个份量呢 就好像呢 我们前年呢 看那里呢 是不是叫memory re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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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厉害的 是很厉害的 那一部呢 就是和remember 一样 他要揭露的一个叫做韩国历史 尤其叫做韩奸 那些真相 而那些韩奸是今时今日 都仍在社会里面那里呢 是很有地位的那一班 是韩国的那些望族 那些有钱人来的 那他现在你看到韩国片呢 常常很针对 其实是说有一班这样的人 曾经出卖过国家 但是呢 就现在呢 就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只是知道他有钱 就是这样那些 那会不会就是形成了 就是韩国人 一窩蜂蜂 涌入戏院看的现象 就因为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有些些揭秘在那里呢 我不是说 实际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向 我觉得是 是一个方向 他们一说完之后 他们都知道 哦 这个就是A君 对比起现在 哪个家族 就是他们 他们就是住在那里 现在他们去哪里 美国国际在那个地方 可能他们就是 里面有这样的暗示 那他们 整体上来呢 就整个东西 具体化 变了就不是 就这样叫做 跟港产片 其实呢 其实就是说真的 他港产片 我们用的那些东西呢 就是在很早的时候 已经用了很多呢 比如韩国那些 薩门啊 我们满洲的那些 那些 这些东西呢 就套了下去 我们的那些 就是港道长 嗯 懂得的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所以他们看的时候 都是个人 第二 他们都觉得呢 其实香港片 就用了一些文化的根源 是跟他们都有关的 是这样的 所以 有趣就是这样的 差不多了 好 说完破墓 那就交给我跟Albert 讲一下这套 那香港很有趣的 就 直上发行商的 他的平台 那就不上戏院的了 那就是这套 一二一二手耳之春 那我记得Albert 是不是在韩国看过的 你 在韩国看 去年年底看的 那港亦都推介给我 那我就苦苦振英 机会正在看 那终于 今次香港 搞了一场 戏院的视影 一场戏院的手影 是 在晚上来的 是啊是啊是啊 那他都说 不会就上戏院的了 那我先问一下 那你戏院看了两次 那个震撼程度 你说很厉害 那这套戏 就推介大家戏院看 是啊 其实 这些戏 那你没办法 你就在家 你就可能 有一部大一点的电视 或者 较大声一点去看 或者 有音响去看 因为这部的音效 是很好的 而且 这部戏 如果你在戏院看 你会发觉 它是剪得很好 剪得很紧臭的 是 剪得很好 真的 其实那部戏 我先说一下 说一部戏 好吗 其实那件事 大家都耳熟能长 其实不是因为我特别 对于这个故事 耳熟能长 是如果你一向追了韩国电影 由十多年前那部 《阳光姐妹图》开始 那你也应该很熟悉 《江州事件》这件事 就是它是不停地 无论什么戏 《爱情故事》也好 《阳光姐妹图》也好 怎样会有江州事件呢 就是因为这件事发生 就是在1979年的时候 12月12日晚 军人政府统治当年的汉城 即当年还叫汉城 不是叫首尔 一夜之间 就摆下了一个汉城 就是 朴槿惠的父亲 被人刺杀了 就开始了军人统治韩国了十多年的时间 就是由这件事开始了 其实故事 我想导演和演员都知道 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 大家都耳熟能长 知道发生是什么事 如何拍到这部电影的紧臭呢 就是演员的对白 很强劲的音效 最重要的就是剪接 他剪接真的剪得很好 这个我不敢在你面前搬闻洞虎 因为你对剪接有特别深入的研究 就是我觉得他这部电影 可以给Nolan 就是Nolan电影 就是套用你的说法 就是将几条不同的线 打散了 然后再剪一次 就是制造一种紧张气氛出来 那这部呢 我觉得是 亚洲电影来说 我觉得最好是这部 就是用Nolan的这种方法 我觉得他暂时是最好这一部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你赞他的剪接 其实反而是掩饰 不要说掩饰 遮盖一些东西 就是说 其实他的預算是不高的 他的預算是不高的 其实真的不高的 可以拉起 又用几图惯用的东西了 可以拉起一会儿 所以他跟Civil War一起说 是的 他的預算是不高的 你看到其实是靠剪接的 减臭的气氛之外 最赞的 肯定是男主角的 王正文 即是神一般的演技 神一般的演技 真的 这个韩国刘青雲 我们当年第一次见到他演戏 觉得他是韩国刘青雲 他做的最好看的那部电影 叫做International Market 我不知道 我忘了中文叫什么名字 总之如果你在IMDB搜寻 你就搜寻International Market 你就找到那部电影了 是的 那我们今次做这个 就是传斗玩 就是它里面叫做传斗光 但肯定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传斗玩的 其实这件事我开场之前 我也有跟宣传的人聊聊 我说为什么不开真名呢 其实他全部都拿一个字 然后他最后又弄一张照片出来 其实都已经开了名字了 就是说韩国两任总统 就是这两个男主角和男配角 去做的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不开名字 其中有一个宣传的人 也说了一个挺好的说法 就是说很简单 只要他上完字幕那一段 他不上那一段 那就全部的传出器都是用假名 就可以上到 然后发觉用真名也上到 那就加上最后一段 就是避免很多事前估计不了的法律的争拗 对了 看过不了关 过不了关 就上了 不过不了关的 直接上字幕就浪费了 所以我做这套功课的时候 就看到其实是 尤其是在国内 国内很多很有心去做这些人物对碰表的朋友 就是浪费如那些都写出来 对了 刚才阿伯说的很棒 就是说 如果万一拍完之后 有什么移动 不可以出真名的 那就不要出真名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宣传的姐姐 就是我问他 我说他都开了名字了 你开到这样 最后加上人家的真实相片出来 就是为什么这个 可能他也是估计的 应该是宣传姐姐 就解释给我听 哇 真的很合理 这个真的是进可攻退可守 类似当年 古天乐台陈奕迅 有什么戏 就是拍两个结构出来 就是怕过不了关 就是那种 那种 那变成了 我觉得 我还没赞完王靖民的演出 你看到飾演 全斗焕 全斗焕 全斗焕呢 可能你比我更加熟 就是南韩政治史上很重要的人物 可能你比较熟 但是呢 我就算纯粹一张 就是当我不认识他 白子 白子进去看王靖民的演出 他那种气势 或者那种城府的深度 飾演这个 发动政变的一个军阀 很完美 真的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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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城府好心 阴沉的时候 也有很僵狂 很囂章的时候 也都呢 我当他是坏人 如果大家政见不同的话 可能未必当是坏人 我当他是坏人的时候 他对于坏人呢 怎样去建立自己整个威信 或者怎样去很有一个毅力 一定要推翻 现在这个政府 去夺位的时候呢 他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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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放弃的 我想说永不放弃的精神 就是很有充分的精神 不是的 我的说法就是 就算你如何在后面 如何害怕 如何害怕 他走到出来 他这里顶着鸡头 OK OK 这个是你的角度 这样看 是的 就算我躲在家里哭 躲在厕所 在那里笑 最后一场厕所真的很棒 当我赢了 厕所那场 其实那场是一定要有的 整个人物都立体了 厕所在那里奸笑 那场 那场真的一定要有 你记不记得最后厕所那场真的很好 我明白 我明白 是的 很好 那我很有趣的 上面上网看的评论 很多人都会问 你站在 如果你看故事的时候 你是站在黄正文 就是传斗环那边 还是张太元 就是郑宇盛飾演那边 很多人都不同的 很多人都说 当然是看郑宇盛那边 就是 变了这套戏 很有趣看的时候 我不知道韓国观众怎么想 可能你比较熟 他们会怎么站呢 看哪一边 你现在说的是什么 是演员的角度去看 或者是和故事角度去看 演员角度去看 郑宇盛肯接那个剧本 真是有情有疑 这个是完全不能发挥的 就是超人打怪兽 你做过超人 当然是做反派 超人真是没有武器做的 郑宇盛这么肯接 郑宇盛 其实说真的 郑宇盛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你见他做其他电影 有什么神之手 那些都是很好演技的 即是这部电影 他完全是 跟个朋友 叫做 即是配个朋友 即是他们两个 应该是很朋友 如果不是很朋友 以前和这个导演 已经是合作过 叫阿修罗 因为我们当时都赚过 阿修罗也很棒 你说如果演员角度 其实郑宇盛是给他牌去的 即是你没有武器做的 你做一个正义超人 那你完全没有武器 但如果你说 像不像我们看金手指 就是这样 饰演坏的那个 就上了 就抢了 就是 刘华也懂得看剧本 这样也肯接 OK 接我接 就是这样 那你说 如果在一部电影来说 你当然是会帮全斗换 因为他是在输着输着输着 最好看的一场就是 即是大家观众最紧张的一场就是 整群军人 现在我就关门了 我关了这个门口 那时候你就不能出去 你就迫着要帮我 那种 能不能留下人 整部电影的气氛 我也是做得很好 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历史故事 究竟这帮将军会不会走呢 会不会随他而去呢 接着就是有一个人走出去 我原来他走出去 就关门他 即是那场的气氛 这些叫做 张力做得很好 这些男人的老味 其实韩国电影呢 是拍得很好 一直以来都拍得很好 这个是其他地方都 copy不到的东西 即是南韩男人 中年男人那种老味 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看 你看这些东西都知道 没有女主角 那个女主角就是全斗换的老婆 拿些汤来给大家喝 拿来出去 出去吧 整个东西都没有女人 这个南韩电影是没有存在的问题 没有女人的男人 而且是很好看 就是你看到他有 我想其实都是回到 回到生死蝶变的时候 已经定了一个基调 就是南韩 即近代电影里面 男人 该有的一种 叫男儿热血精神 由那里已经出到来 我想二十多年来 都是标榜那样东西 另外我觉得就是 Albert在之前 不知道在哪里推介过 我们看这个 就是南山的部长们 是吧 南山的部长们 南山的部长们 其实呢 这一套 一二一二十五年转 就是前转 就是前转 前转 没错了 南山的部长 那个也是有黄正文 是啊是啊 那变了呢 其实我们时间不多 最后想说一个问题就是说 喂 其实拍摄这些东西 但等于我们之前 刚刚上一次平燃这个Civil War 不是之后啊 之前平燃Civil War 有一件事就是觉得 喂 选举近了啦 今年选举年 又整一套出来 就是提醒一下 就是南韩的各人 说听喂 有些历史 你要记住 看路啊 是 很有趣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 选举近了 就一定会不会 那一年就会弄出这些电影 就是 不要说哪个阵营 可能是对家阵营 或者怎么样 提醒一下一些东西 大家投票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软宣传 软性宣传 我觉得是 这张我在韩国看的时候 没有字幕 然后 有人在旁边翻译 都很好看 都很好看 应该最主要这么说 我也挺熟悉这件事件 因为你看看韩国电影 都看了这么多东西 逆拳什么 逆拳什么 其实都是这部电影 之后发生的事 所以那时候也挺期待的 就是看回前转 但是我不知为什么香港是上得这么慢 其他国家 譬如台湾 其他地区 都上了 因为这部电影 如果我没有记住 是去年10月11月的时间上 这样也半年的时间 接着 接着好像19日开始 在炮谷台有一体 这场首映也是炮谷台搞出来的 大家留意一下 是的 香港观众就 不知道会不会 如果反应大 反响大 可能 发行商就可能 只剩下几场戏业再上过 可能有这样的 暂时 收到的资料 就是直上平台 就不会上戏业的了 但是不是的 好像上次我看那场 他们好像说 国际电影节上过一场 上过一两场在戏业的 我相信也有一些听众是看了的 不只是上了一场戏业的 之前也会上过一两场 之前也有 但是如果 公映的话 应该就不会再有一个戏业的公映 是的 但是这部戏在戏业的看来差很远 就是你看那个剪辑 接着剪片 也挺漂亮 好 我想确定 确定 刚才问你的问题 就是说 你一看电影的时候 你是投入全斗换这个角色 我是投入全斗换的角色 OK 我想補一句 我反过来 我是站在郑宇成那边的角色 OK 因为通常我都是站在反派那边 那你的金手指 你会代入哪边的角色 你会代入刘华的角色 是不是 这个很合理的 好 那这部戏值得大家进去看看 你会站在哪一边 OK 好 当然 交给我和几度说说动画 劇场牌 排球少年垃圾场的决战 我真的不是那一年 我没有不认识排球少年的 但是我入场之前 有人提醒我 这一套就等于 排球版的《男儿当入均》 那我不行 我带着这个讯号入场看 而且说一些很短的插曲 我入场看的时候 我不是看优先场 首映那些 看街场的时候 我后面坐了五个女孩 不若而同地 即是朋友来的 大家一起入场 Cosplay入场看 戴上一些假髮 穿上一些队衣服去看 真的穿着 鸣区那套衣服去看 他们呢 五个女孩呢 是一开幕 就已经雷奔了 在那哭了 即是很感动 那只哭了 即是终于在大阳幕 看到这个决战 即是看回这一套 我想一下 哇 真是这么厉害 这么有感触 即是开始已经在那裡 在那哭 哭到原场 很感动 即是很感恩 感恩可以在戏院里 即是看到这套电影 我就想回 即是前年 还是去年 我看入津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感觉 即是终于在大银幕 看到自己一套 陪着自己成长的一套 动漫 那我真的 感觉到什么事了 我都感觉到什么事 那我看回那套戏 我是一张白纸进去的 即是我完全不知道里面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任何那些需要 不明白一些故事 不明白任何东西 交捉得很好 就算有些 譬如说 中间出过 出少少场 你都感觉到 他们之间那种 那种 瓜葛 恩怨 朋友 那种友谊出来 那我觉得是 是高手来的 是真的一套 排球版的 男儿当初 出出来的 而且 我觉得拍排球 其实是难拍的 排球 因为排球呢 是 即是 变化不算很多 即是场地 或者那个 那个 那个战术变化不太多 但是我觉得今次呢 你见到他呢 是很有一个 很有水准 拍这个排球动作场面的时候 我不知道电视版 是不是都有这么高水准 我单从这个 即我当看第一次电影版的时候 哇 很高水准 分镜那些很凌厉 音效 找一间好些的电影院看 是 是很厉害的 而且打排球 那种 那些声音呢 是真是令到你 即 即不是叫 吓你那种 那种 是那种 很有力度的那种 那种 我不是看 i-max版 我知道香港上i-max版的 但我 我见到他呢 尤其是有多长呢 我觉得他的画风是漸进式的 最初呢 就不是说 是很 很 很活动式 即是 镜头不是动得很厉害 但去到尾段呢 就真的厉害了 甚至还玩了VR 第一身视角 第一身视角 第一身视角打排球 那几个所有的真是很厉害 那我不知道i-max版的 那个效果 是不是再加倍出来了 但我看普通的电影版 音效 导演的技术 那个分镜 尾段 那个大胆尝试用VR 还有呢 我被后面那班女生感染了 有一些位呢 我都没感动 他已经 在那儿叫 即见到那个角色在那儿叫的时候 我觉得 原来这个角色是对你这么有感情的 那变了 刚才才说 哇 香港很收得 我想呢 有一帮很忠实的粉丝 等了很久看这部电影了 那我变成就是 一张白纸进去 没问题 很享受 看这个 当我是新朋友 接触这个新动画 很享受的 我想旧的粉丝 等了很久 亦都是 叫做望穿秋水 终于有这个 上集 这个是上集 上集都来 那我一定会看下集的 因为他的希望呢 勾得很好 两个小巨人对决呢 我是很期望的 那变成就是 我对这个 新朋友的角度 看这部电影 我是很赞的 很厉害的 我还没听到排球少年呢 我都认识很多小侄女 每个都说 最近喜欢看什么呢 就是说排球少年 就知道他在香港做的时候 已经很早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招待场的时候 都已经是他的老爸 在香港做二十四校的那些 已经说 喂 那谁说 有任何的排球少年 那些纪念品呢 都帮他找 送给他 麻烦了 求你跪在那里 帮你 那我说 好啊 这样做啊 已经有风声 都知道 尤其是中学生 我想应该是高中的阶段 那些也是 是啊 对这部电影的感情是很深刻的 可能他已经在漫画版的时候 他已经伴着他成长了 因为他都是 好像是2012的时候 才开始连载啊 接着 那个动画呢 如果以我们来说呢 他这个呢 除了蓝宜当入宗之外呢 我呢 看的时候呢 就觉得他的发展呢 就是足球小将来的 嗯 就是一场球 可以打足成桂的 就是 就是他的处理慢慢来慢慢来 就是 就是说那些 就是每一个人的性格 因为我去 就是我虽然知道很多人 喜欢看排球少年呢 那但是我都跟你一样呢 其实都是 只有一张 只是见过那些造型啊 是 觉得那些造型呢 那些造型的风格呢 就跟蓝宜当入宗 就很不同的 我觉得是 那些鬼灭疯啦 不是 他是鬼灭之隐 是啊 是啊 很明显啊 这个就是 那种新的那种叫 关东阳光少年 就是那种味道 那就是 那就是 那这个 今次呢 这个剧场版呢 是我们看的那个指标 因为我们没有跟那个 电视版 那就是 那也觉得呢 他这个呢 都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 充满了很特别呢 就是 他玩排球的那个特色呢 他第一呢 就 垃圾场的那个比喻呢 就做得很棒的 嗯 就是猫和乌鸦 乌鸦就是那种 就是 专系那种叫做快攻啊 什么这样的嘛 就是 那就是 他将这种叫做 对比喻呢 就懂得 擅守 守住 守住那个位 就是这样的 而是整个那个 在那个 排球场的 里面那里呢 就等同一个 垃圾场的 那种世界 那所以呢 就是 烏鸦和野猫呢 在这个戏里面 出场呢 你看到呢 他就是这个漫画里面的吉祥秀 嗯 那就只说电影版呢 因为我觉得呢 这部戏呢 就里面那些人物 正如 Alan 你说的呢 就很快就进入他这个角色 他好看的 是什么地方 几个 尤其是今次 你看到呢 他最关键 是说那个 就是 那个 《烏鸦公宗》 那两个 那个 最关键 那里面呢 尤其是 那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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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个 就是那种叫做 关东 是他的 他那里面的主要 那种特色 因为 其实东京啊 那些都是 关东 和那些大阪 那些关键呢 就很不同 这个呢 这个风格呢 就很强烈的 所以人物呢 你看到那些细致的东西 东京的那种 那些世界呢 有些東西經常內斂一些和自嘲 文化性的比較強 大阪那些比較直接 它有這種風格出來 但是我覺得最好看的是什麼呢? 就是排球 那個排球最好看 因為排球和籃球或者其他的 最不同的是排球是一定不能碰地 一碰地就即是說你輸的了 所以排球一直都是在上空那裡彈來彈去 你會發現導演 因為這也是電視劇的那個導演 他就已經抓到一個方法 怎樣處理排球 就跟當日的籃球 籃球就要碰地 他就把排球一直說 怎樣讓它不要落地 怎樣托回它 整個功法 那個氣之所在就是那裡 最動容的 有些位置就是 後面那些不停地說 你不可以碰地 這件事之外 你救球排球 就像我們以前看旅排 救的那一刻 人家殺了下來 你怎樣去救 怎樣去再重整那些 是很熱血 很感動的 這場戲呢 這套戲做了無數次這件事出來 差點救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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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做得很漂亮的 沒有重複 又是這樣的場面 每一次設計出來 都讓你覺得 這球是很新妙 就像一個戰術 或者一個動作設計 設計得很漂亮 你便覺得很享受 看的時候 就想看排球裡面的內容 跟那個戰術 那個怎樣去打排球 這件事 他都很細緻 不過我覺得 劇場版 這個版本 他有Imit 出來的 我都已經 預計到 他Imit 是怎樣玩 是很想看的 因為他跟 《藍兒當入津》很不同 因為《藍兒當入津》 那個導演的 那種畫風 那個風範 已經做得很吸引人 還有我們都很喜歡他那種畫風 那樣的 但是排球少年 你會看到 他最關鍵的 有很多鏡頭 處理得很漂亮 就是 在下面 low angle 看上去 那個排球 在那個上空 看到那個運動場 的天花板的時候 那種上去 然後開始下來 就是那個 你看到他有時候 他在那邊拍的時候 他下來的時候 那個鏡頭都會轉的 你會看到 在天花板的那個角度 好像那些球員 看著那個鏡頭下來 我怎樣接的時候 那個球 在那個位置 給你的感覺 他其實就是在飛的 是的 那個排球 他就拍到一種 很夢幻的一種感覺 是浪漫了的 你會看到 就看著那個運動場 就是那個天花板 然後那個排球 他怎樣下來 或者怎樣去過去 那裡 你會看到 那個畫質 是很細緻的 那個背景 那個天花板 那些細緻的東西 尤其是他用的那個籃球 那個球 不是就這麼黑白 那樣的 他是那些彩色的設計 那樣的 相當之漂亮的 還有一邊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 很有節奏感 你會看到 那整個 你會看到 就是很 好像 他打的時候 那場比賽裡面 他們很多時候 譬如想辦法 那個 足球小將那種 但是他接球的時候 就基本上 是在跳舞的 是一種舞蹈來的 配上那個聲音 很厲害的聲音 那個藍儀多雅津 也做得很棒的 這部呢 你細心聽的那些姿勢 就是那些球鞋 是拙住了那個地板 尤其是你打排球的時候 他們要用的那些彈跳 那些腳 那些叫腳踏 腳踏的技術 你落地的時候 你拙住那個地板 然後這樣用的辦法 用氣度彈上去 他玩到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戲裡面 為什麼那些小朋友這麼好看呢 就是他覺得他不只是說故事 他說到你在球場上 如果你是喜歡打排球的那些 那種世界 那種過癮之處是什麼呢 不是戲劇來的 是一種自然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覺得 是一個態度 就弄得出來 因為呢 譬如我們看入津的時候 即我講回那個年代 我們最喜歡的就是 幾個球員裡面 其實是不夠打的了 即是他叫underdog 即是打那邊來的 C 我們看三王和雙不對決 三王是AA 雙不對是C 是那種呢 不夠打 都要跟你打 而是打到呢 打到拼命 拼命那樣東西 是寫得很好的 即是譬如就算 由粗合小將 然後到南亞當中 到現在排球少年 他講這班年輕人 如何拼命去比賽呢 我想日本漫畫 其實很多套都在說這件事 但如果要真是 當然了 你可能有其他漫畫都在說這件事 但我覺得 我這次第一次看 在排球少年的時候 拼命那樣東西 他寫得很好 拍得很好 喘氣 寒 累那樣東西 是真的 如實地告訴你 喂 球場上就是一個拼命的一個地方 那我挺喜歡 即所有男生都很喜歡 熱血漫畫那樣東西 是 他真的做到熱血拼命那樣東西 我覺得是做了出來的 很棒的 那老老實實 足球小將開始到這一步為止 那我也是覺得 《南兒當入樽》呢 是最好的那個版本 其實你說電影版 《南兒當入樽》的電影版 我們看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覺得 嘩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我們看電視版和漫畫版的時候 你會覺得 《井上紅葉》是有自己的格 電視 我當不是他 漫畫可以有自己的格 而當他做導演 拍《南兒當入樽》的電影版的時候 即是這個劇場版的時候 劇場版的時候 你會覺得 原來《井上紅葉》可以去到這個高度 給了一件新的東西你看到 原來他新的東西不同 我們以前看電視版那些入樽的畫面 完全不同 剝走了 你看到實時 人呢 是真的如實地 不是TV版 玩那麼肌肉型 或者突然變成卡通 即是SD版了 你會覺得《井上紅葉》厲害 你那個作者風出來了 我不知道 我不是看過《排球少年》的電視版 但這次看的時候 我覺得 為什麼我會覺得 入樽高一點 就是因為入樽多了個作者風出來 沿著作者風出來 那我看看 我可能會 拿回TV版的《排球少年》 看看會不會和這個有些不同了 但這套我覺得 都是享受的 就是看那種 場上的那種瓶頸 我是很喜歡的 這樣描寫的 我剛才說 都是《南月當日進好》之餘 其實我沒有說這部戲是因此而差的 都是好的 因為我覺得《排球少年》 正如Alan所說的 他那種鬼滅之隱 style 那個就出來了 是很適合這部戲的那些角色 就是那種這樣的造型 因為他當漫畫變成動畫 尤其是劇場版 就會優質一些 就是多一些不停去做東西的時候 他有很多 將整個故事是進化了的 譬如好像那些聲音 那些視覺 我們剛才說的那個分鏡頭 都使得原本的故事 去到一個更加大的境界 尤其是這部戲 裡面除了《排球好看》 裡面歸納來說 關東少年的世界 比如東城園的那些 全部那種關東風 那個 他做得很細緻 很好 因為我們一直看日本的漫畫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關東世界 東京那些 現在日本發達了 你會看到每一個區 他們都懂得用自己的區域風格 去到他們的風格 那裡 那這部戲 我覺得 因為開畫 立即都說 那個票房是很靈禮 就算是被我們剛才讚得飛起的 就是那個破幕 或者是 Civil War Civil War 都不夠距離 贏了幾個新位 你很明白 因為始終看電影 其實就是年輕人 尤其是學生歌 由那個叫做十三至二十五歲 那些是我們的主流觀眾 明白 這些戲呢 其實我們香港 都應該找多些 這些題材 其實都可以做得到 拍得到 所以我絕對明白 昨天那幾個女生 淚目 一開場已經淚目 那種等待 那種對這套 對這套漫畫那種熱愛 你感覺到的 不單是因為Cosplay入場 不是一個粉絲入場 而是覺得 代表著他們那種青春 那種放進去 那我覺得 如果你給我 不知道是不是今年會再上 《鳥山明座》的套 《龍珠》未上的 是的 我要看的 那套 我都可能在這樣的情況 就是那種 真的還有一套 那你變成那種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就是 我看完這套排流線 我覺得 日曼那個 那個 日本漫畫那個 那個 怎麼說呢 那個文化 那個底蕙 那種深度 真的很厲害 就是可以 不同國家 不同所有人 都可以 給他 總之 都有一些會中到 有些會中到 好 差不多的時候 我都還想說一些 你剛才說到 那個熱淚環康的時候 我看的時候 我都熱淚環康 你知道我平時 我都很喜歡坐前提的 坐D個行的 ABC 就是D E F 這三個是我經常選擇 那我就看 是早上第一場 都是選了D 我買票的時候 都 都什麼 不是說滿了 但是後面那裏 G都已經有人坐的了 我選了DDO那裏 跟著呢 她入場看的時候 我前面後面 左邊右邊 都滿了 坐了人 都是年輕人 好像在那裏 我被青春擁抱著 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 左邊那個 你不要這樣做 我都是 第一個坐來的時候 為什麼坐這麼沉 如果不隔一個位置 怎麼知道 都滿了 連那個詩都滿了 我被青春包圍著 我就是想說這件事 我不知道你是否 我很理性的 看的時候 好像一個分析員 進去看的 有時候看這些片的時候 但我都被他們 那種 哭的那種聲音 出來了 你覺得 這是這麼厲害嗎 真的可以 感動到這代人 感動到這麼多這代人 是有種叫做 驚訝 覺得 厲害 讚 這件事 他做一個補充的 因為我認識那幫 喜歡排球少年的 那幫細陣女 我想他都會有聽我們那個節目 知道我說排球少年 他們基本上 就是我認識的那幾個 他喜歡排球少年那個 那些 差不多都是女生 大部分的女生 而那些女生 是很活潑的那些 其實都挺男人頭的 就是有些事情 有時候會放膽 那些男生 就是現在有些男生 就會變成 都比較上 緬甸 一些 那些性格 是很活潑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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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他排球少年 他裡面說的那些世界 好像你說的 有些鬼滅 還有一些陽光的感覺 那些 是那些女生的那種追求 他又不同 男兒當日津 男兒當日津 就是那些 男兒當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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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看排球少年 他投入到這些男兒的角色 嗯 就是 哎呀我很想 Cosplay變成他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那個 男兒當日津 那個就成熟一些 還有什麼呢 其實你會看到 他那個影響力 就更加大 還有他那個時間 都經歷的那個 長很多 現在這個排球少年 都叫做剛剛起步 十幾年 都有這樣的成績 你要看到 他們現在的漫畫 一次又一次 那個突破 就能出來了 嗯 都差不多 差不多了 說了很久了 不過 這個星期我選 美帝奔利 是否我的 我相信 很多人都選擇 其實如果你說選擇 那時候 他那個也是最厲害的 不過我就想 不同的 那個破幕 破幕 是啊 多人看 可以多說一些 破幕 很過癮的戲 那你問一下 Albert 好 那今天星期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好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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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